西方极乐世界两种人 主要知道 他这个世界多单纯啊 两种人一个老师 阿弥陀佛是老师 往生到西方极乐的人都是学生 西方极乐世界人每天干什么事情 上课 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了 往生的这些菩萨天天听佛讲经 听佛教诲 他没有妄想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知识 他那个地方学习 确实没有中断 日夜都没有中断 极乐世界没有日夜 比这个天人高啊 世界天就没有日夜了 所以用我们的话来说 那个地方是学校 是佛学院 宇宙之间 阿弥陀佛办了个佛学院 社方祝佛如来 你看 没有一尊佛 不劝他的弟子们 到极乐世界就上学去 往生极乐世界 就到极乐世界上学 怎么现在讲流学了 到极乐世界去流学 到那边去 肯定成佛 而且非常快速 凡神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十二戒就成佛了 这是观无量寿佛经上 释迦牟尼佛讲的话 这决定不是假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 要想臣佛 佛说了 要经过无量节 到极乐世界 十二戒 你看看 省了多少时间 这讲得最慢 如果你是修行功夫还不错 你能够终上平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大概只两戒 三戒就成功了 如果真的念到理议心不乱 大车大悟 这样的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 生十报庄严图 他不是同居图 也不是犹豫图 他直接就生十报图 这些礼仪 佛都在经上 跟我们讲得这么透彻 我们要感谢 这是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我们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念佛这个心 才真正发得起来 真干了 真念佛了 为什么 我对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我对这个世界也搞清楚 也明白了 我对这个世界也不会有 fant mein 感谢观看